我講了之前有些論文 因為本書是發言時八月尾 烤名 烤名 那部發言時八月尾 是否它要那麼好 大家聰明 但今次再大聲一點 我將整本書 可以作為一個動作的形式 如果有興趣看 稍後可能可以買 但就算你不買 我都會將一些比較重要的地方 都講了出來 希望為大家來講 都有一個得著 今天這個研究 其實我在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中心 有幾年的時間 主要是做社會訓導 想了解他跟我們 每一個基督徒的靈修 是有什麼關係的 今天主要是 先講講研究 然後分了兩個部分 去導讀這本身書 最後會有一個回應 討論環節 主要是請了賀博士 來做一個回應 其實為什麼會開始這樣的研究 因為剛才楊先生也有說到 很少人會將奮鬥 和自己的靈修有一個 我自己來講 近幾年 即是香港 或者社會上 無論是社會的各種變動 以及疫情等等 其實是讓我們 每一個人 我們不是時時都會有痛苦 但是這幾年的各種情況 是讓我們身心上 和痛苦這件事 是覺得很密切 很明顯感覺到它的存在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其實是幫助我們 這些困苦 讓我們做進一步的思考 特別是 究竟所謂天主教徒 即基督徒的社會使命是什麼 我們作為一個 即是相信這個宗教的人 那個身份 對於我們的思考和行動 是否有些不同的影響 和續世會否有些分別 另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的憂慮 我們每個人在生活上 承受的不同的痛苦 其實是否有意義 或者是否有解決的方法 而另一方面 這個研究也很著重 在這本書中寫的 就是今時今日的天主教會 在一個我們叫做 無信仰主導的現代化的世界裏 其實有很多我們傳統上的 一些信仰的內容 或者一些我們叫做實踐 其實是很難再堅持或者延續 但是否就是 沒有辦法再實踐呢 或者實踐的方式是可以怎樣做呢 那這本書其實一直是希望 大家抱持著一個想法 就是你自己來說 每一個人 你希望在這個信仰裏面找到什麼答案 或者你想尋找 你的生命裏面 你想尋找什麼路向 我們看到 其實九八年的時候 美國的天主教會主教 那一份陳述聲明有提到 其實天主教會的社會使命 是要藉根在相應的靈修生活之上 他意思就是說 和神的關係裏面 人是需要有一個心靈上的轉化 在裏面我們要學會 彼此相愛 好像天主愛我們一樣 其實我們沒有人會否認 實踐得行 就是個人得行的進步 和信仰上是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但是究竟這又和我們本身 社會事務參與有什麼直接關係呢 表面上在這麼多年來的教宗文獻 或者是社會訓導之內的文件裏面 都有說的 有很多的天主教徒 或者從事社會行動的人 都會接受 即是靈修成長 或者我們得行上 其實是和我們實踐的社會使命是有關係的 但其實是否真的這麼易明呢 尤其就是指我這裡說的 就是靈修的部分 其實很多時候是有很多的誤解的 誤解也包括是本身實踐者 他不是太清楚 究竟自己個人得行的成長 對於其實你的日常行為 或者你的宗教信仰實踐之間 其實是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以至於有不少在這方面的天主教徒 在從事社會使命的時候 其實就會很容易跟隨了那個世俗的步伐 也會有機會偏離了我們本身一些教義的核心 當然我們不會否認 就是凡而之後 就是天主教會 剛才也有說 就是促進社會正義 維護人性尊嚴 也會特別照顧弱勢社群 我們甚至可以說 其實教會是維護正義一個很重要的組織 我們剛才也說了 就是訓導 個人得行生活 我們會覺得是有一個密切的聯繫的 但是我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為之 天主教徒的道德生活 我們知道道德是什麼 但是什麼叫做天主教徒的道德生活 我們這裡就會說到 其實天主教教義 他不僅是要求信徒 去合乎那個世俗的道德標準 而更加要求每一個基督徒 去效法耶穌的言行 而這個效法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跟其他世俗的組織的分別 就是他最終的目標 是指向每一個人的靈魂救贖上面 而這裏也導致我們和一般俗世的人 從事一些社會行動 或者你在家庭、社會、工作上 有一個不同的視覺 或者你做事的時候 會有一個不同的取捨 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能否做到這樣的行為 就是我們做很多日常的事務 或者行為 我們是否經常可以回到信仰上面 或者從一個舊熟的層面去瞭解 所以整本書或者整個研究 我們分了兩個部份 一個部份是理論的探索 另一個部份是進入到一些文獻和自傳的分析 即是看一些天主教的聖徒、聖人 他們怎樣做 我們的重點就不僅是在社會訓導 亦特別是擺到靈修成長的問題 亦會說到一些經常被人誤解的 就是天主教靈修傳統 看到究竟續世社會行動 跟天主教徒的社會事名 其實之間是有甚麼分別 亦特別強調到 就像今天的題目 一個超性的世界觀的視覺 其實是怎樣影響一個信徒的收得 對於痛苦或者救贖觀念的理解 亦都剛才提到的靈修進步 德行進步 怎樣可以幫助信徒 或者他怎樣可以爭切實踐這個信仰 另外一點就是圍繞著 究竟天主教的社會憤怒有甚麼獨特性 所以這本書的兩個部份 亦都是順從著研究的 第一個部份 你會見到 我是從一個天主教的社會憤怒 與現代世界關係去切入 分了四個章節 四個章節就是由 待會再 這部份完結後會講一講 這四個章節主要講 就是從一個歷史的向度 宏觀一點 就是怎樣說 教會是一個西方信仰 和政治的領導地位 如何退到 好像現在在現代社會的邊緣的位置 之後就會用一個說 就是現在我們是一個 那麼強調科技理性主導的 現代社會 那麼社會憤怒又如何可以開展 一個用救贖靈魂為終極目標的發展方向呢 那麼這裏就是想顯示 其實社會使命的執行者 他需要具備某一些的靈修素養 這樣他們就會偏離教義 去追隨那續世的社會運動的腳步 而第二部份的重點 其實就會放在個人 比較個人一點點 是每一個閱讀的人 他可能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是擺起那個靈修培育 特別就做了一個第五章 就是解釋那個靈修傳統 和痛苦之間的關係 而六七八呢 就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很少會是 將那個聖人的傳記 或者那一生 以這麼短的篇幅去聚述給大家看 那麼這裏就不單純是一個 就是簡單的 或是 summary 或者是一個 我是將他們自己的自傳 或者他們寫的書信 就緝成他們一生的 修得路途的進程 去顯示給你看 究竟是 即是個人靈修的成長 對於其實每一個人 即是每一個天主教徒 其實會有什麼重要性 或者是影響了你 那現在就會進入去第一部分那裏 那第一部分那裏 其實主要的內容這裏 就是講著 本書裏面的罪 和道論的內容 主要的內容 那其實我不知道 大家對社會奮鬥的理解有多少 但是我自己作為一個信徒 其實在未做這個之前 不是真的了解很多的 一般信友 我想會記得會有些教宗的文獻 是講這些東西的 會提一下關於自然律 良心等等這些題目 但至於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出現 或者他出現之後 其實對於我們今天現代的天主教徒 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我們不多探討 即是不是很多時候講 其實這裏我想提及 其實他的出現就是 差不多130多年前的 梁十三世那篇的《紳士通語》 其實他出這篇通語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當時的天主教 已經是沒有了往日那種影響力 所謂往日的影響力 其實根本是自宗教改革 經歷啟夢運動 以至於西方各國興起那種 反基督信仰的思潮 及至到後期的 一些去中基督教化的政策 其實教會失去了教中國之後 已經是一個很低落 而梁十三世他頒布這個《紳士通語》 其實就是教會處於一個 兩難的境地 例如說這個兩難 去到今時今日仍然都存在 一、你就是為現代社會所遺棄 因為有很多的意識形態 我們所相信的東西已經是不一樣 一、或是改變天主教的處事態度 或者對於教義上的一些理解 但問題就是我們可以改變多少呢 或者怎樣去改呢 那些篇的《紳士》 其實是作為了整個社會奋道的開端的一篇文章 亦都奠定了後來百多年發展的一個很基調 所以在我本書裡 其實用了不少的篇 用了的主要的一些參考的文念 其實是比較早期少少的通語 因為在早期少少的教宗通語裡 我們是看到有很多基礎的 一些核心的基督信仰的思想在裡面 亦都不乏會提及超性的信仰觀 其實當時紳士出現的時候 就是改變了教會那種 所謂叫做抗拒進入現代社會的態度 亦都是讓教會重新去學習 怎樣去帶領信眾 去面對現代社會 怎樣去參與社會事務之餘 但亦都要強調 其實在個人靈修上的成長是要有的 不過問題就在意 其實過了百多年 就是差不多一個世紀 那個不同的演繹 或者一些我們不少人 是斷章取而式的應用 那個社會訓導裡面 有很多我們信仰的基礎 是失去了我們原初的面貌 尤其是一些很信仰 很核心很基本的內容 特別是超性的意義 我們看到有一些問題 即是在我們現在的文獻 或者一些文本裡面 講到社會訓導 你會看到很多時候很偏重 在社會行動參與 就不是很講那個靈修 或者特行培育 而第二就是 那個社會訓導的綱領 有時候會將就了 世俗道德的教育 那種論調 那你會問究竟 天主教徒的訓導 和普通倫理教育 有什麼分別呢 而第三就是 亦都太過促進於 即是想教會 和現代世界達至一個的融和 就沒有提及到或者是欠缺了 去講一些我們所謂 來世生命 或者靈魂得救的課題 那我這裡想提到一點就是 其實社會訓導 天主教的社會訓導 其實不單是一些 社會行動參與的 其實是相當寬闊 它包括了你自己的家庭 工作 經濟 政治 國際關係和環境等等的領域 其實是很多的範疇都有說 是全面地所謂一個天主教徒 它在你日常生活中 在世界生活中 你怎樣去做 那麼這個書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講到 就是家庭和工作 即是比較 真的我們每個人都會 接觸到那個部分 比較多一點 那麼它是 其實一百年之後 即是紳士通訓出了一百年之後 教宗仰摩保禄二世的一百周年通訓 即是叫做紀念紳士的一百周年 那麼它就寫了一段的說話 在這一篇的通訓裡面 就是講到其實現代社會裡面 當然哲學 科學 是幫助我們了解人 作為怎樣一個社會性的存在 是什麼意思 但是人呢 就是這裡描述了的那裡 人的真正身份 是通過信仰 才能完整地啟使於他 而教會的社會奮鬥 就是始於這個信仰 那麼當然教會 它是需要依賴其他的哲學 或者其他科學的貢獻 但是這裡也提到了 社會奮鬥的目標 是幫助人走上救援的途徑 這個救援的途徑 就是剛才一直都有提及 就是那個靈魂得救 靈魂救贖的層面 但是我們知道 這兩個很多時候 就是參與社會行動者忽視了 就是在我們的信仰裡面 是要通過啟示 一個超性的啟示 你才認識到你自己 了解到你自己 而社會使命 其實那個終極的目標 最重要的目標 是怎樣去救贖 那個靈魂 就是我們每一個靈魂 包括你的行動者 和受助者 都同樣是需要被救贖 其實我們這本書裡面的框架 就是解釋那個 遷徒教徒社會使命 其實有幾個元素 可以圍繞著它說的 第一個就是剛才所說的 超性信仰視覺下的世界觀 第二個就是那個靈收素養 每一個人自己的得行 而第三就是 其實我們判斷行動的時候 用什麼準則去判斷 但是這三個向度 又會受到什麼東西的影響呢 超性信仰視覺 其實就是幫助一個信友 他怎樣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堅持一個純正的意向 而那個個人靈收素養 又會受到什麼影響 就是我們每個人的私欲偏情 就是當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保持一個純正的意向 可能受到你的私欲偏情的影響 就會扭曲了你做的行動 或者影響了那個行動的進程 甚至是受助的人 而最後就是行動判斷 就是那個準則又受到什麼影響呢 我們很多時候會被那個行為的導向結果 就是我們做這件事 我想得到什麼結果 而給這個結果左右了我們的做法 但是我會提到就是 這個所謂的結果呢 其實給什麼左右呢 就是我們每個行動者本身是注視著 現世的情況 即現世的狀況 還是你來生的福祉 即是有兩樣的結果 不是單純是指你現在這一刻 你看到的那個狀況 在這裡就需要提到那個 超性信仰時覺的世界觀 就是那個超性向度 那就是其實什麼是 天主教信仰的超性世界觀呢 其實主要有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 是屬於一些我們叫做 事實性質的描述 譬如好像信經 裡面一些當信真理 第二個部份 是比較規範性的 戒條戒律 或者是一些修得的指引 那麼我們可以把它放在簡單一點 譬如好像十屆 它怎樣幫助我們理解事物角度 以及指導著我們去評斷善惡 那樣 那問題就在於 其實好像剛才所說的這個世界觀 好像世界的創造發展 原罪 人性墮落 痛苦對靈魂救贖 或者魔鬼對於人類的誘惑力 天使的守護這些 其實現在的天主教徒 還信不信這些呢 這些超性的事態 對於我們的日常生活 有沒有位置的存在呢 又或者是 即我們這些沒有辦法 從經驗層次驗證的東西 我們怎樣去信呢 或者信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什麼方法呢 我們可以說 其實近代之前 天主教這些超應世界觀 是被所有的信徒接受的 即是可以說 就是十九世紀或以前 或者啟蒙以前 雖然這些天主教徒 不一定用這些準則去行事 或者他不一定的品德很好 但這是困住他們的世界觀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但我們可以說 就像人類的罪性的存在 我們說原罪是神和人之間 建立一個密切關係的障礙 其實在現今這個階段來說 我們是很難有一個 有血肉的理解 作為一個現代的人 因為這些思維法則 與我們不一樣 而這個困難 就會令到我們的信仰 和我們日常生活 其實產生了一種割裂 這裡我會嘗試用 天主教的救贖痛苦觀 做一個例子去解釋 究竟那個超性世界觀 是影響了我們什麼 這一個就需要有少許解釋 其實基督新教徒 有少許不同 我這裡就籠統一點去說 其實你說要再用神文學去解釋 就很長篇幅 但如果以我這裡去簡單說 其實新教徒相信 耶穌對於人類的救贖 是一次性的 只要在另一輩子 你信了這個教後 你就可以在死後獲得救贖 得到永生 而在這個層次來說 其實這個救贖宣傳 就是神的恩慈 人是不能靠自己的能力獲得 當然這個恩慈 對於天主教徒來說是一樣的 耶穌的救贖 為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恩慈 但是有一點不同 在於什麼呢 天主教徒 他信受洗 是獲取救贖的第一步 而之後 你是需要以一生的時間 去實踐那個教誨 效法、基督 你才可以獲得那個圓滿的救贖 而這個圓滿的救贖 裡面也是扔著所謂的救贖痛苦 為什麼 因為救贖痛苦本身 就是耶穌的痛苦死亡 就是為救贖人類 所以我叫做救贖痛苦 但是在天主教裡面 還有一個所謂叫做救贖痛苦的意思 就是所有的人 都可以成為基督苦難的分擔者 意思就是人類可以參與基督的救贖工程 成為基督在世界共同救贖者 而這個概念其實在歷史上是有的 稍後也會提出歷史的進程 而同時也會提出 楊寶禄二世在那篇《倫德救恩的痛苦》 這篇目下 就有提出這個救贖痛苦的題目 但是這個救贖痛苦 加上就是在世上的一個淨化的旅途 其實也是扣連著天主教的煉獄 這個概念去理解 因為煉獄就是我們 一般天主教徒會相信 就是如果你在死之前 你不能夠完成了 你的淨化 就是你的很多的罪性 你的罪 或者是你本身很多的小編執 瑕疵等等 在死後你需要是陪補的 而那個陪補的地方就是煉獄 在一般的理解來說 煉獄的痛苦 是遠比人世間的痛苦離得深 所以在所謂這個 我們希望在死後 立即上到天堂的願望 也必須要在現世上 做到這個淨化的路途 稍後就會提到 什麼叫做修德的路途 或者那個靈修 其實是什麼意義呢 我們稍後就會提到 有一本書 就是關於煉獄 其實救贖痛苦 剛才所說 他就是在說 原來我們每個人的痛苦 是可以作為一種的救贖功能 包括你個人 或者你不認識的人 或者你的親人 是有一個救贖的功能 而他所強調的這些正面 而我們看到是 跟我們現代社會的價值理念 和生活是相衝的 是有衝突的 衝突在於什麼呢 我們在現代社會裡面 就是現在 醫療科技 我們是多麼強烈 希望努力去消除 和減輕我們承受的痛苦 我們不希望生病 我們心理上不想有困苦 這些都是我們希望消除 而現代意識形態 就是我們的個人自主性 我們要實現自我 我們也有一個很強烈的自戀文化 甚至在今時今日 追求各種層次上的感官滿足 其實都是很普遍的一些我們雜性 而這些等等的東西 扣連著一起 就是你看到我們是逃避痛苦 我們不想要有痛苦 所以你要承受痛苦 痛苦裡面是有救贖的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向導去理解 其實是一樣多麼荒謬 和多麼難去接受的東西 而這個也是所謂叫做 一個超正信仰視覺 即是說你原來是要看 你來生的救贖 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而這個如果我們失卻了的時候 其實你對於你的行事 或者你對於很多的判斷 其實會構成一個問題 我在你的信仰上 是可以產生一些問題 而在你行天主教會 社會使命 其實會遇到一個怎樣的處境 即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首先就是 在面對一些我們很實質 很嚴峻不公義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難的 即是你要我用靈魂救贖 每次都要看到 我可不可以幫到這個人 回到天主身邊 或者做這件事的時候 是否可以令人得救 我用這樣的角度去執行社會使命 是很困難的 但同時我們又知道 你要堅持這樣的意向 去著眼這些救贖功能 你是需要這樣做的 那這個是很多 即是不只是理行社會使命 而是所謂天主教徒都面對的 一個兩難狀況 而但是欠缺了我們所謂的 就是你實踐是困難的 但如果沒有了這一方面 它令到我們就會著眼 很容易著眼我們 逐世的行動結果之上 而導致所謂的偏差 就是我們因為想 逐世的達至成功結果 達至在這個層面 就令到我們做了一些判斷 可能是與我們本身的信仰 是有一些相衝的地方 那麼我們這裡想說 就是社會行動者 包括我們自己在內 其實我們每一件事情 當下做的一些取捨判斷 其實是很即時性的東西 那麼你說這一種即時性 怎樣可以變成是 選出是做對或者不對的東西呢 那麼其實裡面 是必定是扣住你 對現世和來世之間的關注 而這裡是關乎到 剛才我們很開始講到 就是那個世界觀的第二部分 就是那個天主教 他講到的一些戒律 或者修得的方法 因為這些所謂叫做 即時做的判斷 其實是你一個長久以來的雜性 你怎樣是在你日常生活裡面 所謂叫做效法基督 即待會再講什麼為之效法基督 就是你一個長久以來的 得行的實踐 才可以是令你在當下做出一些怎樣的判斷 那麼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有些人就會說 其實社會使命 是否就是我們做一個 善良的撒馬尼亞人那麼簡單呢 那麼當然做善良的撒馬尼亞人 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但是是否就是 只是這樣呢 那麼我們明白的 你要是 譬如愛你的鄰人 好像撒馬尼亞人 照顧身邊的人 是符合我們那個人世間的道德標準的 他亦都呢 是實踐了愛倫人的界明 但是呢 比這個更加重要的界明 我們需要知道 就是所謂叫做 愛天主在萬有之上 而這個愛天主在萬有之上 講就而做呢 其實你連理解都不是那麼容易 那麼這個就是 我們想在這裡提到 就是你需要明白 什麼叫做愛天主在萬有之上 而這個就是你理解 社會訓導的一個關鍵 那麼這種愛呢 我們是需要從什麼的向度去看呢 我們要留意 這一種愛的超越性質 超越性質是什麼 我們怎麼去愛天主 這個問題很難的 我會愛我父母 我愛我的朋友 家人 但是我愛天主 我愛一個見不到的天主 他怎麼去愛呢 那麼這個不可以單純 從這裡所說 就是我們從促進社會的正義 或者維護人性的尊嚴 這些善意角度理解 不單是這樣的 即是愛論人和愛天主之間的愛呢 你需要放在一個比較深的層次去看 就是那個靈修的生活裡面 那麼靈修的生活意思就是說 在所有的天主教徒 他在處理很多促世的事務上面 他需要明白 救贖自己 以及救贖其他人的靈魂的重要性 而這個所謂叫做去愛天主 就是怎樣持續一生 你走一條修得的路途 而這條路途就是你如何在促世生命上面 達至一個所謂叫做得行的完美的境地 而這個完美的境地 你包括是你要抗衡你自己的罪性 回復你原初 即是在原罪以前那種的純真狀態 那麼你死後呢 我們就說你希望不經過煉獄 就直接可以回到天主的那裏 那麼其實有一位學者 他寫到關於他一本著作裡面 講到天主教的社會憤怒的 他裏面就提到其實不少天主教徒 是羅列不了社會憤怒的主題量的 即是我們不會說到有幾多個的主題 或者有些什麼 但我們知道的 什麼叫做仁慈精神 我們日常會做慈善行動 會探病人 幫窮人 這些我們會做的 但是就是有不少的教徒 其實他是理解不了這些活動裡面的信仰 裡面其實包含什麼呢 就是那個訓導的要求 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全面去履行那個界明 是全面 全面的意思包括什麼呢 就是那些和現代意識形態 和價值理念相違背的東西的界明 我們都要履行的 而你要去爭慈實踐這件事 其實是影響到你在逐世生活的每個日常行為 你的思想 你在家庭工作裡面做的每個決定 都會有影響 而你的德行素養 也是在這些每一個抉擇 每一個決定裡面逐漸培養出來的 在凡義文獻 這裡是特別想跟大家說 就是在教會憲章裡面有說到 其實所有的教會裡面的人 無論是屬於聖統階級 即是無論是修女 神父等等 其實包括我們普通的平信徒 都有一個誠聖的使命 在保禄中圖裡面說過 天主的旨意要我們誠聖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所有層次的基督徒 他都是號召要走向基督生活的飽和點 和愛德的成全境界 就是剛才所說的 誠聖的使命和愛德的成全境界 又是些什麼呢 接下來會再提 其實剛才所說的誠聖召叫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生活實踐 很多時候靈修在一個淺層上 有不少人會覺得是祈禱 我們去避靜 或者有時候朝聖 這樣一些短暫的時間裡面 我們這些叫做靈修 或者是宗教層面 禮儀或者祈禱參與 但是其實在天主教的傳統裡面 靈修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那個日常層面 日常層面就是其實你那個德行 不會單單在你祈禱的一刻 或者你參加完幾天備證之後 就有所改進 你的改進是要在你的日常層面 包括你那個 剛才一直都說的 家庭工作社會 各種事務各種的小行為裡面去做 而這些所謂叫做逐步的改變 其實裡面是包含了 有很多我們黑己收得的行為 而裡面也是要是 我們在一個很堅忍的過程裡面 培養一種雜性固執的雜性 在這種培養過程裡面 我們才可以不在逐世裡迷失 或者在一個很衝突的狀況之下 我們都可以堅持不放棄我們自己的信仰 其實所謂基督徒的規範 我們可以說是 舊約和新約裡面是有的 很清楚的 前者即是舊約在十屆裡面 後者在新約裡面 就是四福音和耶穌的教導 和生活的情節裡面 其實是講了很多 所謂效法基督達至成全景地 這個意思就是有一個 剛才所說的雙重實踐意義 即是你的宗教層面和日常層面 其實是貫穿著的 所以就是說 所謂得行的持久實踐 其實以至於你的行為和思維上的改變 其實是需要你慢慢 逐步逐步地去做 而且是一個持續一生的過程 這是艱難的 一會兒在第二部份 我會進一步去講到 關於零收素養的問題 那現在這裡 其實簡單的一個 就是剛才這麼快 就是go through 了的 其實就是整本書裡面的框架 是想帶出一個怎樣 即是訓導和零收素養之間 密切的關係 其實那個訓導 你可以說我是借助天主教的訓導 但其實是想重提回 很多很核心很基礎的 一些信仰實踐的概念 那這裡我就會想簡單講一講 其實在書的第一部份 即是那四個章節裏面 裡面提到的一些重點的內容 以及我書寫的時候 或者我研究的時候 那個方向是怎樣做 那麼在第一部份的第一個章節裏面 就特別是講到歷史漩渡 但是有一點點不同的地方 就是一般教徒 其實未必會從頭到尾看一次 天主教會歷史 即是本身實在太長了 就等於整個西方史 但是這一章裡面 我就是嘗試 從一個比較簡約的方式 但是你也說 那個主調就是 從一個受苦的教會的角度 去描寫給你看 究竟教會在不同的時期裏面 出現的跌倒 還有在這些時期裏面 哪些人又站出來 去重新去讓那個教會 是有一個新的革新的狀況 第一點 這一章節裏面 是分了五節去敘述整個教會的發展史 其實就是由初期教會開始講 初期教會的殉道者 這裡就會講到 他們當時的即時死亡 有很多人會覺得 當早期的殉道者 為何可以面對這麼嚴峻的迫害 他對於那個死亡 是這麼處之太嚴 或者好像在一些書裡的記迫 每個人都好像衝著要去 希望敢開光榮天主 為何有這麼強烈的信仰狀況呢 這裡我們就會提到 其實當時的天主教 當時是基督徒 當時也沒有這麼分開 基督徒其實對於耶穌的一生 他對於超性信仰的世界 即是來生生命的響往是很重的 亦都很深厚的信德 這裡就是提到 當時的教友 他們那種即時的殉道 其實跟他們的活潑信德 是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而這個活潑信德 你可以說是在今時今日 是失落了的 在現代社會論 之後在第二節會講到中世紀 中世紀很多時候在學術界也好 我們平時是一個黑暗的時代 但其實中世紀不是那麼簡單 牽涉了差不多一千年的過程 是不是全部都是黑暗呢 我這裡說 其實中世紀相對於其他時代 沒有一個時代 比這個時代的基督信仰更加合一 所有西方國家 他們相信的都是這個基督宗教 他們可以自由地進出不同的國家 去朝聖 去相信這個神 即是無論當時的在上位者 犯了多少的錯 或者他們做了些甚麼 但是在下面的 即是平信徒的 或者一些修德的人 其實是很多的 在中世紀 這裏就會是 讓大家了解到 中世紀是黑暗的一面 但是同時 信仰的情況也是很深厚的 去到四十七世紀 大家都知道 是宗教分裂的時期 在這個時期 是講很多的 但是對於天主教會的內部革新 就不是有太多的論述 其實天主教會 當然面對著馬丁道德 以及等等的新教徒 那種的衝擊是很大的 我們也不否認 教會當時來講 是真的做了很多的錯事 但是在內部革新 其實當時我們知道 這段時期 就是耶穌會 還有一些加爾默羅修會 等等不同的修會 他們試圖 從那個 重新在他的修會裏 那個情況去隔身 整個教會 在書裏面 第一位會論述到的 聖女戴德蘭 也是這個時期的人物 而之後 其實第四、第五節 就會說到 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開始 其實出現了一種反基督信仰的思潮 而這種所謂反基督信仰的思潮 其實是延續到我們今時今日的社會 而這種反抗思潮 令我們有很多地方 沒有辦法再像以往的信徒 很屈從 或者很信服教會的教導 是由這裏開始出現 之後就是去到十九、二十世紀 就是當時 剛才一開場有說到 就是教會喪失了族權 回復回到他自己本身的 怎樣去救贖靈魂的工作上 整個的章節其實很短 但就讓你們很快速地去看一次 究竟教會整個歷史的高高低低在哪裏 以及在每一段的時期裏 不同的基督徒 他們怎樣去回應他們自己的處境 或者在信仰受到衝擊 不同時代的衝擊的時候 他們怎樣去抉擇 也是在這裏提到的 承接著第二章 就是叫做武信的年代 這是我們的年代 這一章裏面 就是提到的超性信仰的元素 如何在現代的世界消失 主要分為三個點 第一點就是我們的醫療技術發展 醫療技術發展包括基因改造 等等這些問題 其實跟我們的倫理道德 是有很大的衝擊的帶來 這一章裏面其實用了不少學者的文獻 包括譬如Sandell寫的《反對完美》 就是在說基因改造工程 他在說有很多現代的 即是學者也好 科學家也好 我們是不再講宗教 我們不用宗教去討論一些事 但問題一講到一些 基因改造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自不然是迫於無奈地 要回到一個信仰層次去討論 就是因為我們作為人來說 你要去改造一些人 那個道德問題 論理問題在哪裏 一講到這些 你又沒有辦法不講信仰 但是作者提到 這些東西是令到我們所有的人 會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命問題 而這裏也是帶我們回到信仰上 去了解究竟 作為天宇教徒 他這本書不是信仰的角度 而在我去看的時候 就是我們自己反思 就是我們那個信仰 面對著這些問題的碰撞的時候 是有甚麼幫助我們 去重新思考的 而第二點 就會講到關於消費主義 自戀文化 以及尋找自我宗教 這些這樣的向導 也都用了這兩 剛才剛出現的那些書 其實就是講到我們今時今日 種種的這些文化 其實都已經是大家見怪不怪的狀況 但是其實對於我們那個 宗教的信仰影響在哪裏 其實最主點在我看 就是那個的自戀文化 以及那個很強烈要求 是自我價值肯定的部分 是令到我們很難去再以一個 我們叫做比較submissive 或者是一個很信賴天主的角度 就是一個謙信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信仰 而這裏的尋找自我 亦都是牽涉著我們很多 靈修上的操練 就是 靈修上很多時 有不少人 即是現代人來說 希望在靈修的過程裏 得到一些自我的靈性上 一些安慰 或者一些滿足 但是在天主教裏 那裏的靈修其實很多時 是反過來的 就是你在祈禱的過程 或者在你的靈修的進程裏 其實它是希望你回到天主那裏 而不是在天主那裏找你自己出來 那裏面就會成為一個 即是這些的意識形態 是衝撞著我們那種叫做黑己 黑虎 這些這樣的靈修的概念 而最後一點 我想對於我們年輕一輩的影響 是最大的 就是網絡科技 那裏我都用了不少的篇幅去做 特別都用了Netflix 有一個 Documentary 即是一個 劇程式紀錄片 因為它這個紀錄片 即是Social Dilemma 它裏面用了不少的 曾經在科技的 例如Google 或者Instagram等等的人 他們自己在裏面工作過一段時間 他們自己出來說回 他們所見到的問題 的嚴重性 而我這個章節裏面說的問題 都未算今年出現的 HFGDP等等 其實我們看到 就是網絡科技 為年輕一輩帶來的那種失落感 是逆轉不到的 而且是那個 那個的摧毀性 即是對於那個人性的摧毀 是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那麼在這裏 就是更加是怎樣 令到這三點的問題 就是如何進一步 拖垮了我們對於信仰的前景 以及我們對於信仰的關注 其實這兩章 第一第二章 就給大家一個 比較寬闊少少的框架 包括是歷史上 和現代社會的處境 讓你進入去看 究竟天主教社會的奮鬥 是甚麼 那麼在第三 第四章裏面 就會講到 社會奮鬥的信仰基礎 以及講到一些 比較重要的理念原則 那麼 就這裏 其實第三章 這裏 你可以看看 我主要用了 這些的文獻 這幾篇的文獻 還有就是有五個章節的 裡面有講到 就是天主教倫理 和社會奮鬥之間的關係 譬如 究竟倫理的倫理神學 和社會奮鬥之間 有甚麼的關係 但這只是一個切入點 讓大家知道 但裏面的倫理生活就是 我們必須要 當你想了解這件事 你想踏足這個領域 或者你想知道多一點 其實你需要有抱存著 一個追求善 和真理的態度 一個這樣的心態 你才會去打開這個社會奮鬥 或者是倫理去看這些東西 而三四五 三個節裡面會講到 甚麼呢 就是我怎樣從一個超性角度 去看我們現在社會 很多問題的根源 而所謂超性角度 就是包含了 信仰裡面講到 關於罪惡和痛苦的根源 例如就是 為何痛苦 或者我們的老虎 是我們人類的悲劇 為何是悲劇 要承受的一個命運 還有在最後 在第四、第五 就會講到 關於天主教的社會奮鬥 有甚麼目標 其實在開場上有提到 就是那個救贖靈魂 而五 會提到 接下來講到 關於個人的得行成長的問題 就是我們希望做到 你要實踐奮鬥也好 你在你的日常生活裡 你的實信仰實踐也好 其實都是牽涉著 你每個人的 那個得行的 那個道德的革新 如果這個社會 它不是要改變這個層面的東西 其實我們是很難去實踐到 所謂社會奮鬥裡面提及到 很多好像很圓滿的一些圓景 而同時這個革新 也是扣連著我們每個人 每個信徒 對於永生的盼望有多深情 所以這裡是第三章裡面 所謂的信仰基礎 就是講到 追求善、真理 以及我們對於永生的盼望等等 這些向導去了解 那個信仰、訓導裡面 所謂的信仰基礎是甚麼 而第四章 就會落到一些 所謂的重要一點的理念和原則 其實在五個章節裡 會提到自然律、良心、人格尊嚴、人權、大眾福祉等等 這些概念 這些概念說 很容易變成陳康濫調 我這裡嘗試希望 跳脫出這樣的感覺 讓大家了解的時候 首先要明白背後的核心 等於超性信仰的概念 然後之後怎樣逐步去了解 從第一到第五節 其實之間是互相扣連著的 之後這裡會給你們舉個例子 譬如良心 良心這個 良心就經常說 即是說 你跟隨你的良心 你不知道怎樣做 你問一下自己的良心 你就知道了 但這些所謂的 問一下自己的良心 我們很多時候會覺得 你的良心是甚麼 我會問你是甚麼為之 你的良心 還是你自己想這樣做 這裡我們看看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目的憲章》 這一篇是梵蒂江第二次大公會議 一篇很重要的 很主要的文獻 裡面解釋了良心 他就說 在良心深處 人發現法律的存在 這法律的來源並不是人 人卻應服從之 這法律的呼聲告訴人 應當好善行善並戒惡 在必要時便出現於人心 這事應當執行 那事應當避免 人擁有天主在其內 在心內冥克的法律 而人性尊嚴就在於服從這法律 我們在這裡看到 這樣讀 你也不覺得很入腦 不過你可以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良心的來源是甚麼 是天主 而天主的來源 我們在後面會說到 天主很明顯是存在 是屬於超性事態的範疇 而人的良心 善惡判斷的依歸 剛才提到 就是那個自然律 就是天主超性的啟示和法律 在這個層次來看 其實這個良心 並不是單純源自於我們自己的想法 而是來自於天主 而這可以有一個很清晰的準則 而沒有了這個超性的信仰理解 我們很容易用世俗的定義去解釋良心 就是覺得良心只是我們本能知覺 所謂憑著良心做事 只不過是一種相對主意識的假釋 這裡所說的良心 也說得不多 但其實想說的是 天主教徒對於良心的定義 與非信徒的世俗定義有顯著的分別 例如教宗保禄二會提到 其實良心是會失效的 失效的意思是 不是你說有良心的時候 就可以運用出來 良心失效的原因是 我們在德行上有缺失 或者我們長久以來是做錯事的 或者我們的判斷是因為很多的私欲編程 所以所謂叫做你跟你的良心 其實背後的意含就是 你需要有一個德行的配慾 所以良心不是單純說每個人都有 但怎樣是有效去運用資 就是另一個問題 我見大家都有點累 我們進入第二部分之前 或者我們有個五分鐘的休息 之後就進入個人零收成長的部分 原因是你應該是隨便 有的是多少 我可以給你一位 我可以給你一個人 他會不會對抗力 我可以給你一個人 更是個人的 要求您的選擇 那你也希望有文化 你不是攻擊 我應該要求你 我真的想要求你 我可以拿去 從女性 我先寫一本書 看大夢幣 我就去買的 出口語寫你什麼名字 我的名字 我姓比較不潔 你記不記得頭羊的語言 華裔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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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書的第二部份 這個我想 其實一般人比較有興趣 因為講到那個 個人收拾錢上面 其實剛才因為都有講到 為何會由社會憤怒 去到個人靈收 這一部份 其實 剛才一開場也講到 其實在第五章 就會有一個背景 給大家進入 究竟天主教的靈收傳統是什麼 一會兒會略為講一講 第五章 而六七八就是三位聖人 其實這個書裏面的寫法 我不用研究 就是看到過往 研究一些痛苦 或者題目相關的局限 我們看到兩點 第一點就是 例如以哲學 神學角度去講 有時候比較抽象 或者講到一些痛苦存在問題 會落入一些比較難以聯繫 你日常生活的向度 如果又用聖經的描述做基礎 又比較 有時候比我們覺得 好像不夠說服力 即是比較遠古些 又當可能是故事式的問題 所以這裏 為何會用了天主教人 聖人的傳統 就是 我們用他的局內人 即他們的作為 信仰者的角度 用了我們一個叫做 深度描述 Fake Description 加上一個叫做 自傳研究 這裏有少許學術 但其實不複雜 只是意思Fake Description 就是用一個故事式 即是用他們的宗教實踐 即是他們本身的生活方式 或者背景 用他們自己的語言 去解釋他們的行為 和他們的信仰意義 那自傳研究的特別地方 就是他們自己作為實踐者 不是由其他人 不是由其他傳記的人寫 而是由他們自己實踐的人去講 他們的真實生活 是讓我們有一個比較實在 和豐富的經驗資料去理解 究竟他們那個 甚麼叫做 下法基督 或者他們對於痛苦救贖 的理解他們自己 如何實踐 即是比較實在一點 當然 有些人可能會懷疑 這些資料裏面 有部份比較早期插封的聖人 是一些口意相傳的故事 但其實撇除這些 我們所謂的傳移的聖傳紀錄 其實在教會裏面 在17世紀至今 刷封的聖人 其實有很多現存的紀錄 而我選取的這三個人 第一個就是來自16世紀 即是宗教改革時期 他自己有自傳 以及有很基本的著作 而之後那位是19世紀末 19世紀末的一位修女 小德蘭 我們也叫他近代 最後一位大家都知道 德蘭修女 更加是有很多資料 讓我們看到 這裏我們想說回 連接上一節我們說到 所有的聆修傳統 其實是說著 一個持續一生的淨化過程 我們裏面要有一個 對於追尋真理和善的一個渴求 這個其實我認為 不僅是天主教徒 所有的基督徒都有 而這個渴求 其實是構成我們怎樣去正確理解 正確實踐 那個社會奮鬥的一個很重要因素 即是實踐信仰的一個重要因素 而這個 剛才一直強調的 那個靈修成長 以及對於靈魂救贖的重視程度 亦都是影響著我們的行為意向 以及我們做行動的時候 是產生了什麼的狀況 而你要去真切 很確切地去實踐裡面的指引 是很難的 但是裡面的難度 就是在於 你要在你個人的靈修和德行上面 有一個進程 以及有一個培養 講了這麼多 我們會問 究竟實際上怎樣開始呢 這方面工作 我們怎樣才能走上這條路呢 又或者我們自己 每一個人的靈修狀況是怎樣呢 所以這裡 我會嘗試將第五章一些內容 講出來給大家看 首先就是 剛才一開場講到 構熟痛苦 但是很片面地講了一次 這一章裡面 就會有分了四點 讓大家了解到 所謂靈修成長是什麼 首先我們概念上了解了 在第一節裡面 其實我從一個 都是有一點歷史概覽式 去講那個 救贖痛苦 剛才提到 其實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死亡 是為救贖人類 而出現了 我們所謂的 救贖痛苦 即是痛苦內救贖意義 而這種痛苦 其實延續到 早期基督徒的殉道 殉道一定是痛苦 這個痛苦 為何他們可以承受 他們怎樣承受 以及當中如何顯示 那個救贖意義 之後 其實由這些所謂的 即時的殉道 即時的痛苦死亡 其實就衍生到 早期教父 他們那種的 黑苦修道生活 而這種的黑苦修道生活 亦都延續到 中世紀很多的聖人 或者很多的修會 他們裡面說到的 一些叫做 一生裡面 如何效法基督 而這個效法基督 包括你的黑苦的生活 以及很多的 神修的操練等等 而這個我們就叫做 一個持久的 一生的殉道 你可以看到 就是一個轉變 由即時的死亡 去到一個 一生的神修 其實去到十九二十世紀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 把痛苦奉獻給天主 作為一個救贖 其實就是在歐美國家 更加明顯多了 人是了解 有些人 他相信自己 是我們叫做 Big Team Souls 即他們的痛苦 是可以作為一種奉獻 去救贖靈魂 而這個概念 可以說是在十九二十世紀 比較是更加明顯 是有這樣的宗教實踐 而去到最近 近一點的代 就是在教宗仰望保禄二世 他那篇的通語 更加是有提到 每一個人可以成為 基督共同救贖者 你說再近一點有沒有呢 有的 德蘭修女 他一直在說的 那些co-worker 即他們那些共同的 就是病苦同工 就是有類似這樣的概念 就是病人的同工 他不能夠到現場那裏 做一些服務 他們怎樣去幫助 那個人愛會 或者教會 就是他把他們的痛苦 和祈禱奉獻 這也是一個 可以說是救贖痛苦 一個延伸的理解 其實是有一個 歷史的源流 讓我們看到 而 剛才這裏就是這樣說 去到個人的靈修成長上面 我們怎樣看到 其實一般 天主教裏 有一個靈修成長的三個階段 分別就是 正化、啟明和聖傳的 三個點 其實不同時期的一些人物 即是教父和聖人 都有不同的解釋 例如十三世紀的聖文德 他就會在他的作品三重道路裏 去將祈禱和進程 扣連著講 我這裡簡單說 其實以個人靈修成長來說 為自己的靈魂受苦 是可以理解為 我們一個自我淨化的歷程 自我淨化的歷程 即是甚麼呢 我們除了救贖自己的靈魂 其他的人 身邊的人 或者一些未知的靈魂 其實這是一個很有效的途徑 而這個途徑是怎樣做呢 我們需要放棄我們個人的流責 而希望最後可以捨棄自己 去跟隨基督 而這個我所講的 第一步就是在淨化階段 我整個書裡 講的聖人的時候 都是放在這個階段 因為這個階段 其實相對而言 人的力量是放很多 你的苦工是放很多 而你是可以察覺得到 以及你是需要個人的立志 而這個部分由於是 比較容易去觀察到 所以我也擺放在這裡 至於後面的啟名和成全 你可以說 當一個人進入了淨化階段 去到某些時期 是會有一些超性的切入 而這些切入 可能會促進你 有些特殊的進步 或者你對於在靈性上 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名誉 但我們看到就是 無論是啟名和成全 其實都是屬於一些 比較神聖或超性的層次 我們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 亦都沒有經驗的人 理解不到 所以我就不會強求在這裡做解釋 這個位置也是很難說的 所以我會放在淨化 然後用一個圖去理解 就會比較容易 所謂淨化階段 其實在我們領受了性洗性時之後 其實就開始了 很多人可以侮辱過 即是領洗之後依然顧外地生活 但是如果想去更加淨化 或者踏入一個修德路徒的基督徒而言 其實他是需要納治的 所謂納治進入淨化階段 有一個困難度 就是你會經歷誘惑痛苦掙扎 這些誘惑痛苦掙扎 源自甚麼呢 不是很明顯的 主要是因為你認識你自我的陰暗面 以及你堅持去改善過程中不斷的跌倒 以及你覺得很懊怒 這些就是淨化裡面一個最主要的痛苦 這個痛苦 為我們而言很清楚是有一個救贖意義 因為我們希望在現世裡面可以圓滿了那個救贖 而經歷了這一切之後 你覺得行會有所成長 而接著你可以去到一個得行圓滿的景地 可以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說是一生呢 因為其實在這個過程裡 你是會停滯和倒退 甚至是倒退的人是為多 為什麼呢 因為在你一進入的時候 其實你一立節之後 你可以有很多的痛苦 而這個痛苦 剛才我所描述的 其實是相當激烈的 因為你不斷去了解自己的陰暗面的時候 你了解已經痛苦 然後你還要堅持去改 所以這些是經歷裡面的痛苦 而除了這些所謂害怕痛苦之外 我們還有其他 我們自己的驕傲 逐世事物把我們的拉扯 再加上就是我們很愛我們自己 我們棄住不了我們自己 我們希望靠著我們自己去改變 而不是依賴天主 所以這個 其實那個停滯和倒退 在那個三位聖人裡面 在大德蘭 即是十六世紀那位 是十分明顯的 他在做了二十歲 做了修女之後 其實經歷二十年的時間 才是有一個第二次的轉化 即是完完全全是把自己 跟隨基督那條路 所以你看到就是 雖然聖人都跟我們一樣 但你看到就算聖人都好 他立志進入了修道的路途 但都要經歷二十年的時間 有一點比較重要的就是 在這條路上面 一定是會有一個超性層面的 就是如果你是沒有這個天主的幫助 其實你連立志進入都不會 即是你不會有一個向導 領受聖使聖士 你亦都不會立志 而你經歷誘惑的時候 你亦都不會堅持得到 所以在這個階段 即整個的所謂淨化階段裡面 你必然是要有一個超性層面的作力 和介入 之後這裏就會講到 怎樣為之開始這條路 我們怎樣知道這條路是開始了 我的理解 在我的理解就是 其實我們需要認識罪惡和懺悔 當然今天我們很少在廣道台上 或者在其他地方聽到 大罪小罪這些教導 甚至煉獄地獄這些懲罰這些概念 我們都很少說 有很多不少基督徒 我們都會覺得煉獄淨化 痛苦地獄永佛這些都好像是中世紀的題目 甚至覺得中世紀的人好像太害怕 對於天主慈愛的一面 是不太理解的 因為我們會知道的 你過分害怕懲罰才去跟隨那個教導 那當然不是最好的動機 那問題就是 你只是講仁慈而忽略 那個天主公義那邊的罪和懲罰的教導 其實會為你們的 即是為我們每一個人的信任 實踐帶來另一些的嚴重問題 那問題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哪裏冒犯的天主 或者你都不知道罪的意思是什麼 或者去了形成的原因 甚至導致的結果 你怎麽可能作出真切的痛悔和立志呢 意思是你對罪都不清楚 都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裏 那你怎麽能夠進入那個懺悔的階段呢 那當然這裏 我如果要解釋 還可以講一些 譬如用世界的法律 我們做一些類比 但我們時間應該不太足夠 但這裏想提的這一點就是 我們需要了解 我不是說這些是所有 但你強調天主的仁慈一面 但同時你都要了解 天主對人類的應有懲罰 因為祂是作為公義的天主 祂不可能是沒有一個 圓滿的機制去懲罰我們 尤其是在人 沒有什麼人 可以臨終的時候 能夠完全正化自己 那你在一個死亡的時候 你是完全知道自己犯的錯 那怎麽會裏面沒有一些 相應的一些 治理我們的法律呢 那其實呢 一般在那個靈修的狀況裏面 我們知道的 其實天主教教理裏面 就有提到 什麼大罪 什麼小卒 有解釋到的 一般來說 一般人就不會犯到大罪 即殺人放火那些 你不會做到 即很少人會做的 十屆裏面的殺人間 人偷盜這些 都有機會成為大罪 但大罪其實是要三個條件 第一是需要是嚴重的事 做的人要很清楚 知道自己做這件事 第三就是這個人做這件事的時候 他是經歷過足夠的考慮 個人抉擇 這樣才成為一個大罪 所以其實大罪 不是那麼多人會犯到的 我們現在想提到的就是 這個小罪 還有下癡 Habitual imperfections 其實你看到很多靈修的駐俗裏面 他都是講這些方面比較多 多的地方就是 其實這些小罪 很難跟隨的原因就是 它是牽涉著我們很多 習慣上的 不是很良好的執著 很執著的東西 牽涉著這些小執著 其實我們每一步的行動 都會 我們每天吃東西 每天跟家人相處 你小小的思想或者言語上面 其實都是 你要辭之以恆地去改 是很困難的 所以聖十字若望 其實他 這位也是 大德蘭同時期的 一位的 很靈修的 著名的聖人 他也有在 潘昂加爾麥羅山裏面 有講到 其實所謂叫做小執著 或者這些 瑕疵 其實很簡單 是一些很我們平常做的事 譬如你喜歡說話 完全都沒有想過 要克服某些東西的小執著 執著什麼 某一個人 穿某件衣服 你喜歡某本書 住某一種空間 或者你對於食物的烹調方式 甚至是 一些很輕鬆的閒談 輕鬆的閒談 可以看到大德蘭裡面 是很多的 而對於食物 去聽某些小事物的偏愛 其實這些執著 當然這裡 我不牽涉到小聚的部分 但其實這些所謂的小執著 就是令到 阻礙我們 我們向著天主那條路走的 一些阻礙力 在進入那三位德蘭之前 就約了一說一說 天主教聖人 其實一般 在天主教徒來說 對於聖人 都有一定的理解 但這裡 可能跟大家重溫一點 讓大家更加了解 其實所謂聖人 不僅僅是聖人 我們教會裡面 有三種狀態 第一種狀態 我們 現世旅途中的基督徒 另一部分 已經度過此生 過世 在煉獄當中 未去到天堂 而第三部分 我們叫做 在光榮裡面 在天主那裡 可以占養到天主 三為一體 真話 那一批就叫做聖人 其實聖人 這樣去理解 其實我們 在我們之前 過世的親人 如果他們在現世 完成了這個階段 其實他們都是聖人 但是 我們作為在現世的人 我們不知道 誰做了聖人 但是天主教會 如何去拆封聖人 聖人 其實聖人 就是一些所謂 一生 很明顯地 他忠實地追隨基督 什麼叫忠實追隨呢 就是他效法基督 並且在德行 德行上面 達至一個圓滿的景地 這個所謂叫做 英雄式的德行 就是天主教 拆封聖人的 一個重要的主點 就是他們的生命 必須要見證到 有信德生活 和我們在人世間 達至聖存的可能性 所以你可以說 天主教的聖人 和續世那種聖人 是很大分別的 續世那種聖人 可能是他在人世間 有很多封功遺跡 等等 但是在天主教裏 其實他所說的聖人 就是指他們的德行部分為主 所以我們也有所謂 諸聖雙通公 就是我們現世和死後基督徒 包括煉獄裏面的基督徒 我們都可以互相代討 祈禱 然後再簡單講講 其實所謂的封聖程序 相當複雜 在天主教裏面 是有一個規範的 而這個規範就是 我們一般 我們平時的聖人 其實是到最後一個階段 其實在一開始 拆封封聖程序很長 有時候 以往可以長達數百年 才能封到一個聖人 為何這麼複雜呢 主要是因為他們要搜證 證人 以及經過教廷裏面 一些複雜的法律程序 但當然現在雖然簡化了 但簡化得來 他都好像進行一個嚴肅的學術研究 他要搜集很多的證人 和考證才會做 所謂叫做天主之僕 Servant of God 其實就是 開始了這個封聖程序 進入去考核的人 他們未是 未合格的 但他們開始進入了 但如果已經成為可敬 其實就是 他的德行已經得到教會認可 他已經做到英豪式的德行 至於真福和聖人 分別就需要有一個聖職 我們理解就是超聖層面 人世間我們相信了 他的德行做到 但天主那邊是否這樣理解 所以我們在天主教會裏 還需要有兩個聖職 去肯定這件事 所以才可以做到聖人 所以有很多可能 是停留在可敬的層次 但姑勿論典也好 所謂英豪式的德行 他們可敬開始的那些聖人 已經是受到認可 而德行我們包括有什麼呢 主要其實是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叫做超聖德行 信望愛三德 而另一方面就是四書德 包括志義、哲勇 即是審慎、公義、哲制和剛毅 這裏簡單給大家看到 其實是很難達到的 即是如果你要成為一個聖人 你要是圓滿地實踐這些德行 才可以成為一個天主教的聖人 而這裏就是 我們可以說 有時我們對於聖人的理解 就是比較片面一點 即是我們一般信的時候 覺得他們跟我們不同 即是他們聖人 所以他們就可以做到 但我這裏顯示給大家 就是他們跟我們是一樣 一樣意思是 他們是有人性化的一面 以及他們跟我們一樣 他們都要經歷那個淨化階段 只不過跟我們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們自己的抉擇 他們願不願意立志 和忍受那個淨化而帶來的痛苦 在我這本書裏 就用了這三位的德蘭 其實真的是一個巧合 不知為何三個都剛剛好是德蘭 但在我一直做的時候 我都要想一下 究竟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聖女大德蘭和聖女小德蘭 是屬於同一個社會的 但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聖女大德蘭的一生 其實她是比較波濤起伏多些 她無論是超性的理解 或者她的經歷 甚至是她自己之後 在面對著宗教改革之後 她重新隔身修院 她不是建立新的修院 而是隔身她的嘉義文樂修院 那些事工也是相當多的 但是小德蘭和她最大的分別就是 小德蘭是一個很年輕的聖人 但是她一生其實都是在 你說她數了修女之後 修女之後的那段短的時間 她都是在隱修院裡面 而她們兩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個很多事工 一個好像是沒有俗世的事工 但是為什麼她們兩個 都是天於教的聖人 究竟是怎樣判斷呢 而最後一位德蘭修女 她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德蘭修女本身不是叫德蘭修女 她的名字不是德蘭 前面那兩位本身的正名真的有德蘭 但是為什麼德蘭修女 做修女之後叫自己做德蘭呢 就是首先她想效法小德蘭那種 在日常生活上面 處處都是效法天主黑虎的 小工作的那種收到的方式 但是最特殊的地方就是 她雖然原本是想這樣 但是結果她的一大半生 就好像大德蘭那樣 四處建立人愛會 以及做了很多事工 所以德蘭修女作為一個 我們近代的聖人來說 她是很圓滿地讓我們看到 在祈禱和工作的兩者之間 怎樣做一個平衡 或者是兩者共存之間 發展得行成全的路途 是怎樣做 首先這裏都會講一講 《聖女大德蘭》 其實她是十六世紀西班牙 大家有對她片面的了解 她是宗教改革時的重要人物 她是加爾文羅修會革新者 同時提到 有一位聖十字若網 也是很著名的靈修道士 她相對於其他聖人來說 她有很多神秘的超性經驗 很多人都很留心她這方面寫的東西 她主要的書 其實就是 我這本書 主要用了是她那本《自傳》 之後她也有寫其他的 例如《靈心承寶》 《全德之路》等等 就是教她修會的修女 怎樣去行那個修德路途 其實比較小知識 就是在天園教會裏 所謂叫做有教會聖師的 Doctor of the Church 一些比較特殊的人物 其實只有三十七位 有四位是女性 而其中一位是戴德蘭 我們在這裏看完之後 就說戴德蘭就是這樣 其實就不是這麼簡單 我們要明白一件事就是 我們理解聖人的修德歷程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容易 有時我們是忽視了 或者誤解了他們 在這個過程中的掙扎 和痛苦的內容 因為不少的傳記作者 或者我們一般人 對於聖人一些很嚴峻 我們覺得聖人一生受的事 嚴峻痛苦 當然是一些很巨大的逆境 譬如信仰 因為信仰喪失生命 或者一些他自己的嚴重個人傷亡 他自己受到迫害或者監禁 這些層面 但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就是一個人的靈修痛苦 那個救贖的痛苦 其實是指每個人在一生裏 為了擺脫他的罪惡 罪性 以及各種的漏紮 在那個掙扎過程中 產生的痛苦 所以有些人覺得聖人是特殊人物 他才可以在靈修過程中 承受一個這麼巨大的痛苦 但其實不是的 而是他們在那個過程中 你看到他是怎樣依賴天主 以及他怎樣在日常生活中持久的堅持 在《性女大得難》的時候 我就是特別放在這個部分 是不少的 就是他早期那段時間 因為很多人可能放在40歲之後 他見院的事工 或者他靈修的超性經驗 但我這裡希望突顯 就是由他開初 即是他開初的時候 在童年的時候 一種對天主神聖的嚮往 慢慢看他進入了 年長小童十多歲的時候 開始進入俗世社會 他怎樣消失了 對於天主的追求是失落了 之後又可能因為遇到一些事情 即是這裡的第六章 你看到就是 那個重點就是 那個個人得行的隔身 是作為他進入去 做他的事工的一個基礎 或者是一個要點 所以在這八節裡面 其實是一個進程 是那個修德路徒的進程 在剛才所說 就是他小時候 他一向 他本性上 對於世俗的虛榮心 是特別強烈的 那他就是一路 在他寫自傳的時候 他不斷說 其實他自己的虛榮心 他很喜歡和朋友的多言 即很喜歡聊天 說話的這些小雜性 他怎樣經歷一個一個的痛苦 去慢慢獲得進步 他裏面也有提到 其實他是很著意 避開大罪 但是對小罪 他不太認識 或者是瑕疵 那些 早期來說他不太理 但是去到進步到 某一個情境的時候 他就開始發現 所謂小罪 其實我們有很多時候 日常生活 剛才所說 例如你多言 可能做很多事的時候 其實你是為了滿足自己的 等等的很多小事情 其實你要學習怎樣寫起自己 那這裏就是 戴德蘭在他的經歷裏 是顯示到給我們看的 即是他怎樣 逐步把自己本身很喜歡的一些東西 全部慢慢地去寫起 而這個寫起 其實你看到他的掙扎 是很強烈的 特別是他對於 和人之間那種的交往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的情況 就是他在 他喜歡說話到一個點 就是他把一些 他神聖的事情 即是經歷 他是用來和其他人聊天 說 即是這些所謂我們叫做神聖的事情 其實你是要有乾敬的心 保存在心裏面 不說出來 或者是你說的時候 都要在一個乾敬的心去說 但他就會 可能和其他人聊 說 四處說 所以其實就是 他在改變他自己的時候 其實是經歷了很多 所以 在第四、第五節 就是他經歷了那段路之後 他那個二十年的倒退 即是他中間 雖然他經歷了一段很長時間的病苦 他說 當時的時候 他就是希望可以完全根除天主 但當他一好了之後 病好之後 又回到原本自己 所以就是再跌倒 可以去到差不多三十九四十歲的時候 才是有一次的感動 即是在苦象前面的感動 令到他完全是缺字 要進入這一條修德路途 之後他就開始救靈事工 就是革新的嘉義墨羅修會 在這個章節裡 也特別放了有一節 提到他的一些靈修的 叫做花園耀水的比喻 因為有些人很喜歡看他 說花園有四個層次的淋水的方式 其實就是那個人的修德路途的進程 這裡也有放進去裡面 其實大德蘭之後 我們看到就是小德蘭 小德蘭其實大家都很熟悉的相對地 在天主教會裡面 他比較特別一點 雖然他好像只有二十四歲就死了 來自法國的一個很年輕的聖人 但是他也是其中一位教會聖士 他比較多天主教徒識 就是他的神英小道 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黑幾 小黑幾 怎樣通往天堂 其實他一生基本上的所有東西 都在他那一部的回憶錄 而回憶錄其實是在他臨終之前 在他的獎相 即是在修院裡面 叫他寫下的 因為當時已經是察覺到 這個修女好像似乎的經歷比較特殊 所以就是他臨終之前寫 這本書其實寫得相當好 有一些人覺得他寫得比較淺白 好像真的很小孩子那些東西 但其實那個小孩子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他跟大德蘭那些或其他的性 或者跟我們比有什麼分別 就是他在很疑時的時候 他已經察覺到所謂的小瑕疵 或者他一些本性上的缺失 他就在他萌芽之前 就將他斬斷了 而這個就是我們在修德路途上面 我們艱難的地方 就是我們有時候起步得太遲 很多的小罪性格的缺陷已經形成了 當你要扭轉的時候 你就發覺很艱難了 而小德蘭他做給我們看 就是他在這些不好的雜性 萌芽的時候 或者一個早的階段 他已經將它斬斷了 而這裏就是他的特殊性 所以他讓我一邊看他的時候 那個感覺就是 他對於痛苦的理解 是來得很深 即是他很年輕 但是他對於痛苦的意義 或者他忍受痛苦的力度 其實是很強的 特別可以稍後再看回 在這個章節裏 其實就是第六和第七節 講到他進入初期的修緣生活之後 其實他已經是 你可以說去到一個 比較高一點的零修階段 他可以將很多的日常黑記 以往的黑記更加強化 去到臨終前十八個月 那個是非常特殊的 我右下角也看到 有一部書是最後言譚錄 就是回憶錄以外的 就是記錄了他臨終的時候 那段時間 他身邊的修緣 包括親的姐姐 就是一直記下他的說話 那如果你看過他的回憶錄之後 你知道回憶錄 其實是在他年半前 即是他死之前 有段時間已經停了 因為他身體太差寫不了 所以他最後那個階段 他一些對於神修的理解 或者是他對於痛苦的一些明誤 其實是在這個回憶錄裡面 那個言譚錄裡面更加清楚 整個小德蘭和德蘭修女 和大德蘭的不同寫法 就是我可以將他24年的一生 很簡短地寫一次給你看 我們可以在他24年的這麼短暫 看到一個靈魂 從第一天到最後完成他的使命 或者完成他的修德路徒 是怎樣經歷的 雖然裡面不是有波濤起伏的東西 但是裡面的小的實踐 其實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很難去 我們可以學習 但是我們實踐的時候 就會知道是多麼艱鉅 所以其實教宗聖養的保祿二世 在宣布小德蘭作為教會聖司 做了一個演講 他講 小道實際上是一個很高的要求 如同福音一樣 但就是在這種方式裡 人獲得力量去棄絕自我 並完全信賴天主的慈悲 使得即便是最嚴格的靈修方式 也變得相對地輕鬆 這裡其實就是解釋給你看 很多人覺得他很小孩子 寫了一本書 而且裡面講的那些小的行為 都好像很細碎 但其實他的要求就是很高 就是因為你每一個動作 每一天的行為 小的對話都要去做一個黑虎 或者是跟著耶穌那條路去走 其實是一個很高的 很高難度的動作 但是他是不是靠自己呢 這裡就很明顯看到 其實我們必須要完全信賴天主 我們才可以做到他這些 如果你依靠自己 你一步都能走到 這就是小德蘭他讓我們看到 而德蘭修女 我就不作一個簡短的解釋 因為事實上 我們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背景是怎樣 但是我這個切入是怎樣 就是從他的批評者開始切入 因為其實看到 德蘭修女的慈善事業 在七十年代的時候 已經受到很多外國的媒體 開始宣傳或者報導 但是在同一時期 亦都受到一些其他的媒體 或者有一些印度當地的批評者 去說他的一些問題 在他們看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位傳記作家 他就綜合了那些批評者 他們的說法 他就說 仁愛修女他們做的事情 是不是很幼稚呢 他以為做這些小事 就可以改變世界嗎 好像只是有 即他們做到做牛做馬 那樣 只是有幾個他們選擇的角落 好像變得光明一點 其他黑暗的又怎樣呢 他們是不是浪費了力氣 去和病徵角力 但是又沒有去針對貧窮的根源去改變呢 例如改變政制 改變權力形勢 不平等的財富分配 他們是不是 騙著死者的手更加重要呢 他們提出的論調就是 你去救一些快死的人 的意義是什麼呢 其實德蘭修女 他對於貧窮者 其實是很寬闊的 我們一般人的貧窮 我們是放在物質層面上 或者是可能在一些社會上 比較低下階層一些的人物 可能會是這樣 但其實德蘭修女 所謂的窮人 是窮人中的窮人 就是赤貧者 即是說 連社會福利機構 都不管那些人 而特別是什麼呢 那些將會死的人 而 他亦都留意到另外一點 就是在他供事工的後期 這個貧窮是擴展到什麼呢 就是無論是貧窮社會 或者是富裔社會 裏面的心靈的貧窮 那貧窮就是被人遺忘 以及沒有了愛的那種貧窮 那這個其實不是第一天 就是第一天明白的道理 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的事工形式的轉變 亦都可以看到 德蘭修女對於貧窮的寬闊度 深度是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們看到 這裏我就不讀出來 但就想說 那個窮人中的窮人 特別是垂死者邊緣的問題 他對於德蘭修女來說 其實為什麼是那個人 已經全身被追蟲 住到爛了 他還要把他那麼辛苦 花那麼多氣力 搬到醫療的地方 幫他清潔完 誰知道兩個小時之後 可能他就死了 那些人就會問 你做那麼多這些所謂無謂的氣力 是為甚麼呢 我想德蘭修女會怎樣回答 或者他們會怎樣回答 就是每一個個體 是一個靈魂 他不只是一個生命體 我們做這些行為 不是做義工服務 不是一件件的事工 而是對著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一個靈魂 而這些所謂被棄絕的 無愛的 貧窮的 快死的 無論是愛知病人 當時的愛知病人 以及那些麻風病人 他們那種失落 或者被遺棄 其實他們是 除了物質之外 其實他們更深層次 就是那種墮落 和沒有生命意義的那種狀況 而他握住那個垂死者的手 在他最後一刻的時候 希望他不會處於一個絕望 和怨恨當中 我們要明白 就是當一個人 如果他在死的時候 他處於這樣的狀態 當他死的時候 當天主再給了一個機會 他的選擇 他有很大的機會 亦有可能 是拒絕天主的救贖 而在這個向道 我們看到 德蘭修女 他放的向道 他不只是現世 而是內世 特別是那個快死的人 你有什麼更重要 一個快死的人的靈魂呢 他就是在說這件事情 即使那個人 他不是基督徒 他可能是信仰其他的宗教 但是如果他死的時候 都是在絕望和怨恨的時候 當他死的那一刻 他就會因為這樣 而拒絕天主的救援 所以這是為什麼 握著一個垂死者的手 更重要 因為每一個靈魂 都是一個獨特的靈魂 最後一道就是 我們要想一個問題 當然物質上貧窮或疾病 令我們痛苦 但是這些外在因素 不見得會令我們犯罪 或者喪失靈魂 所以我們想就是 其實一個貧窮善良的人 在那些國度 相比一個富有的地方 富有的罪人 其實誰更加需要我們救贖呢 德蘭修女 其實他整個特殊的地方 就是他突顯了天主教會 那種社會使命 和教外的社會行動 一個很重要的分別 就是救人自救 救人自救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自己從事這方面工作的時候 不是單純在服務人 幫助人 或者在道德高位 施捨給別人 不是的 而是你救人的時候 其實你是在分擔別人的痛苦 同時你也在了解人世間的痛苦 甚至你自己的痛苦 其實治癒的可能是你自己 而不是那個人 所以對於德蘭修女來說 他這一段特別引用了他 就是他自己寫的 其實對著他的修女說 沒有痛苦 我們的工作 只是社會工作 當然很好 肯有幫助 但那就不是耶穌基督的工作 不是救贖的一部分 最後這裏就說了 窮人所有的淒涼境況 不只是物質上的貴乏 也包括靈性上的貧困 都必須得到救贖 而我們必須為他們分擔 那這裏我們就會看到 其實所謂的那個 所有的我們的社會服務也好 我們自己平日的工作上面也好 我們要留意 其實工作是有兩面向 那個面向就是世俗的事我們要做 但同樣的事就是那個靈魂救贖的部分 救贖的部分我們都要注視的 而這個深層次的救贖意義呢 就是幫助我們每一個人去 我們面對很多的事 特別在衝突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樣做到一些的抉擇 那在德蘭修女的那個 就是這裏 我和大家看一次的那個章節內容 其實我都有講一講 她那個入修會之前的一些的背景 就是她家庭的背景少少 和她是怎樣洞察到這個苦難 而比較少人說 就是她成立人愛會之前遇到的困難 其實她呢 雖然是一個很急著要做事的人 但其實她在成立人愛會之前 其實她面對的困難是很大的 包括她本身修會裡的人對的反對 有一些神父修女 對於她這個奇怪的修女的行為 即是她自己一個獨立修女 這樣出去做的時候 是被很多人抨擊的 而當地的人都不見得是接受她 除此之外 其實她在這本 《德蘭西德萊作我的光》裡 其實有寫到她和當地那位主教的通訊 其實都接近是通訊了一年的時間 那個主教才是願意接受 是幫她 就是容許她去做這些事工 在那一年裡其實她也挺大的掙扎 因為她本身 也都是有一個超性的指示 即她是有一個神事裡面 耶穌去跟她說 你要做些什麼 你要怎樣做 很仔細地教了她 在她一段時間裡 這個比較少人提過 所以就是有些人說 她為什麼會開始做這個工作 其實似乎我們沒有特別去用心了解過 其實裡面是有一個召叫的 對於她來說 所以就是我們在了解這些聖人的行為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要了解 就是他們很多時候 不是她在個體做的事 而是她在幫助天主 就是天主要她做某些事 而她是因為服從的原因而去做的 所以不是單純出發於她自己本人 所以對於有些人 對於《德蘭西德萊的批評》 就是批評她這個人 批評她對於痛苦的理解 但是其實我們在批評的時候 其實她不明白 那痛苦的背後 是一個天主教會的傳統 所以就是 有時候我們在了解這些時候 其實需要用一個信仰角度去了解 就會幫助我們進一步去明白他們的行為 這裡最後也有說到黑夜的 因為《德蘭修女》 《內臟我的光》 其實有很大的篇幅 在她的書信裡 是說到她面對著《心靈的黑夜》的問題 基本上在她一開始工作 即是四十多歲的時候 已經進入了《心靈的黑夜》 在天主教裡 《心靈的黑夜》 其實不是那麼多人經歷過的 只是有某一些聖人經歷過的 那經歷的意思是什麼呢 她覺得她這個信仰是空洞的 天主好像是不存在 好像她自己被天主捨棄了 即是 可以說是在一個 無信德的狀態之下 的痛苦 即是 在於我們 如果我們信了一個宗教 如果突然跟你說 這個神是假的 你以後都不能再祈禱了 你以後都不能再相信這個神 你可以大致上類比 她就是一個很深的困苦當中 我自己做的時候 其實我最初都不太明白 但是慢慢自己一邊看 再看她後面那些時候 就明白到 原來她這個黑夜痛苦 即是她自己後來寫 明白就是 天主讓她看到那些被棄絕的人 被世界棄絕的人 的痛苦 而你也可以說 她自己因為生痛感受 所以她可以是 付出那麼大的力 去幫那些 即是四維 去幫一些所謂叫做 邊緣的人 或者這樣 你會看到她幫人的熱性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她很深切 體會到她們的痛苦 所以就是 黑夜痛苦在 德蘭修女 要了解德蘭修女 這個人物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容許我在最後這裏做一個總結 其實這個總結 都是整本書裏 其實是一個總結 我希望提到 其實所謂在俗聖聖 我們每一個都俗世的人 其實不單純是修道人 我們作為一個普通的基督徒 其實你要不要成為一個聖人 你完成那個召叫 其實是你每一個的自由選擇 就是你要停下在一個知識層面 或者不溫不妨實踐 或者你願意終其一生去這樣做 其實都是你的自由選擇 但是你要明白 就是這個所謂的 神聖的召叫 就是不只是應用到在聖人身上 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你可以類比到 譬如我們由受洗那一刻開始 就是我們選擇武道開始 我們學習這個宗教開始 然後你去接受領洗 其實那個召叫已經開始 你已經在回應中 這個回應 其實你可以想想 就是你要信一個全知全能的神 祂創造了這個世界 但是就做了一些不為祂創造的罪惡 令到我們敗壞犯罪 之後呢 又派自己的兒子下來 去救我們 藉著痛苦死亡去救我們 回到原本未善的狀態 這個這麼荒謬的邏輯 其實如果你是沒有一個光照 沒有一個超性的切入 其實你根本不會是領到洗的 所以就是 其實我們要了解的就是 除了天主的幫助之外 我們每一個人的選擇 即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選擇回應是第一步 之後就是天主所給的助力 而至於你能夠堅持下去 其實就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其實我們將這個部分 其實擺進去社會使命 或者我們執行一些社會使命的天主教徒來說 其實我們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為何說 一直在強調救贖義的重要性呢 就是我們面對一些很不公義的情況 我們當然會引起很多疑憤激情等等 這些狀態 但是這些疑憤激情 其實很容易令我們偏離了靈魂救贖 或者是我們那個宗教信仰的核心要義 甚至有時候 當情境是太惡劣太嚴峻的時候 我們會質疑 為何天主會容許這樣一事 甚至為了要理性化我們自己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用一些社會上 現代社會的意識形態去取代 我們覺得不合時的教義 所以就是一種很容易令我們迷失的狀況 就是我們高舉了社會正義的旗次 我們覺得我們站在一個道德高位上面 而這些道德高位的情緒 其實培養了我們有一種討伐情緒和意向 亦都令我們改變了我們原本參與這些事情 或者做這些行為的初衷 所以我一直在說 就是無論是你的社會行動 或者我們自己日常生活的很多實踐 其實是必須要建立在一個正確的零收基礎 那你才不會落入了所謂的逐世的漩渦裏面 而在今天整個討論裡面 到最後講得難收裏 你看到就是 他的一生其實就是顯示了 實踐天宇教社會使命的典範 典範是什麼呢 他有很多行為是受到逐世的人質疑 包括他對於墮胎立場 他接受一些捐款 或者在慈善事業上 為什麼有些人不會質疑他 為什麼你不做多一些醫療上 系統化的東西等等 其實你看到就是取捨上面 和那個著眼點在哪裏 就是在我們做很多行為上面 如果是在靈魂上面 靈魂救贖上面 你會有不同的視覺 和有不同的抉擇 所以最後這裏 最後講一次就是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要不要成為一個聖人 就是完成這個聖照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 很自由的選擇 多謝各位 今天就是這樣 好 大家聽到非常豐富 那現在我們的時間 就交給賀英博士 做一個簡介給他 好 好 好 有的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這個很簡單的回應 就是 我反而想是 因為時間關係 我覺得今天 Dr.Yun 那個豐富在哪裏 就說 你可以 那裏答一二都可以 可以 不是 我看這樣會不會好些 我看情況 因為我們先前 在中文大學 做了兩次的 Zoom 就是 那個書本介紹 其實今天 我們覺得 來到的朋友 都 我覺得都有福氣 因為 將兩次 加上一次 一氣呵成 做了這個書本介紹 並且還有一些 extra extra 是什麼部分 就是 他也是簡單的 解釋了 天主教的聖人 是什麼 反而 我想 既然是這麼豐富 我就把 回應時間 都放出來 看看 在座的朋友 有沒有一些 問題 或者一些 感想回應 我覺得 由你們出發 去提出問題 或者說出你們的觀感 或者其他 我都覺得是一個 很珍貴的時間 或者 我現在 交個時間給大家 看看有沒有 會中發言 有沒有一些回應 我想 講一講 例如你提到 活潑信德的失落 即是早期的教會 我們的信徒 是衝出去死的 因為 或者好像 這本書講到 始終 見到耶穌 傳下來的時間 沒有那麼遠 即是 一代傳一代 或者 其實 至少還是相信 這個超聖 或者 有些人還是見過 耶穌 復活 變成 現在 我們這個世界 甚麼都講 科學 怎樣 可以增強 這個活潑的信德 這是第一 第二 你提到 網絡對年輕人的影響 不能逆轉 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感覺 因為我發覺 譬如 全教方面 真是比較困難 即是 就算天主教徒 自己 譬如我都認識到 有些朋友 他都會去學 即是 看紫棉斗數 等等 即是 變成其實我們 或者去學風水 我不知道 即是 我們其實是 哪裏出了問題 即是 即是 我相信 是 我自己領事獎很久 其實是真的 很靠自己 或者天主的大靈 去 深入 你自己的 靈修的信仰 即是 其實我覺得 就算年幾兩年的 武道 有時 我那時 武道 我的武道員 是教我 要跪聖武將 即是很早期 那些 變成 我不知道 其實天主教 可以在這方面 做到些什麽 其實我覺得 你這本書 和你爸爸寫的 《天主教的現在處境》 其實是 將它更加 詳細地說 其實 都有點呼應 最主要是說回 十屆裏面 其實現在我們 其實比以前還差 很多事 我們不在意 原來我們十屆裏面 已經犯了 那好像剛才你說到大罪 其實不是很容易犯 其實我發覺都未必是 只是犯的情況 我們自己不在意 譬如 貪婪 或者你之前 你看到 即是 金融市場裏面 那些 有什麽事 就 例如 以前 Leven Brothers 或者那些 那些 其實這些都是 我們貪心 那 其實 我想回應著這兩個 我覺得 如果你說第一個 怎樣可以保持 或者重延 我們那種 好像早期基督徒那種 信德的狀況 我自己看就是艱難的 即是你要在這個時代 你看到我書裏面 寫的歷史 如果看了 就知道那個 時代的發展 和我們現在的處境 其實無論是各種 世俗的事務 或者整個意識形態 其實已經是 已經是扭轉了 而你說在這個 時間 這個時期裏面 即是我們現世的人裏面 你還想做的話 怎樣做呢 我相信 首先 就像剛才一直都說 如果 你那個人本身 是有追尋善 你真的想找真理 而不是找一些 適合你自己的真理 的話 其實 我相信 就算你是不同的宗教 也好 其實天主是會有 一個大靈 但如果你作為一個 天主教徒 你說我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近代 近世裏面 其實有很多 聖人 還有一些私人啓示的書 就算你說在《路德》 即是《路德聖母》 或者《花地馬聖母》 這些都是近年 不是近年 即是近世代的顯然 甚至近的 也有一些私人啓示的書 其實你可以說 超聖這些東西 其實從來沒有失落過 從來都沒有消失過 只不過是我們視而不見 或者看完之後 都不當一回事 其實反過來 你會問 為什麼我們看完之後 不當一回事 那這個反而是我們 要問回我們自己的 還有你說 對於每一個人來說 我認為 信仰上面 你可以說很個人 但也都 裡面那個個人 就好像這本書裡面所寫 你首先 就算你是想知道 你都起碼 你要有一定程度上的知識 即是說 現在我覺得 有一個狀況 就是普遍的 信友 對於宗教上 或者信仰上面 的知識 或者追尋 普遍是偏低落的 其實有時候 他們不是不想這樣做 而是根本不知道 是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 你需要教人 或者可能 你會面對到這些情況 就是 首先我們裝備了我們自己 有很多應該要 堅守的 傳統的 或者一些信仰的知識 我們自己去培育了自己 然後當你遇到的每一個人 我認為是這樣的 譬如德蘭修羅 他會到的每一個人 他不是遇到的每一群人 他是要求你遇到的每一個人 你面對的那個人 你是一個獨立的靈魂 你就針對著那個人 去講這些 對的道路 或者對的信仰內容 即我認為 我們可以做到的是這樣的方向 而你說要大範圍 普遍傳道式這樣做 其實不是那麼輕易 因為我們自己個個都知道 信仰的東西 不是我三年兩月就可以轉變到你的 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有時候 你也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轉化 你可以這樣做 轉化之後 可以怎樣繼續走 我會覺得 你首先 看多些 關於聖人的書 或者一些相關的 知識上的東西 然後就靠你自己去實踐 這個是 你重延你自己的信德 的一個方式 當然另外 不可以缺少的就是 祈禱 祈禱也當然有一些方式 但是方式呢 只是一些途徑 不是全部 重點是在於 你祈禱的時候 是不是虔誠地 真切 真誠地去祈禱 即我們不是追求方式 或者追求自己的感受 而是當你祈禱的時候 我們是要忍受 即剛才我沒有時間說 就是 祈禱的呼噪 那種的 你覺得是不斷唸口往式的 一種的呼噪的狀況 其實我們是要學習忍受 裡面其實都是一種鍛鍊來的 而 這樣東西 可以說在現代社會裡面 祈禱是失落了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是進入了一種的靈修 或者是想有一種 靈性滿足的感受 的那種向度 而這一個也是 對於那個 遷宇教信仰的 一個傳統的誤解 或者是失落了的地方 而第二點是 第二點是 講那個 就是 人對這個網絡不可逆轉的 這個環 這個狀況 我覺得這個狀況 其實也是 我自己未做這個之前 其實應該說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街上 我們自己怎樣拿著電話 怎樣看法 大家都很看到那個狀況是怎樣 但是你說年輕的一代 可以怎樣教 其實我自己看是很困難的 也都是 你說 例如我現在 我現在正在做什麼 我現在正在做類似的事情 如果我遇到的 年輕的人 或者怎樣的 我便嘗試將這些 的事情告訴他們 但是你說 就是 科技上的事情 你怎樣逆轉 其實不是完全解釋不到的 你如果將那個的後果 說出來的話 那個人願意選擇去拒絕 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是有方法抗衡到的 只不過你說 在一個大形勢上 有很多人說 其實我連放下電話 都不行的 我只能夠說 就是 你拿不拿著電話 你看不看 其實都是你自己選擇的 那個抉擇權 就是我本書裡面寫的 就是 無論是你拿不拿著電話 你看不看那個新聞 其實是你自己選擇得回來的 就是說 你是可以放棄這一種的執著 亦都有方法可以做到的 所以 比如剛才你提到的 其實科技只是其中一種 阻礙著我們的東西 當然這個阻礙力很大 但是是否說 完全抗衡不到呢 不見得的 是看你怎樣理解 你怎樣教導 以及怎樣實行 抗衡的方法 我作一點補充 剛才多特醫院提及到 你可以看回宗教的知識 以及相關的聖人的傳記 既然這樣提到 你剛才提及過 一提到超性世界觀 就是所謂他世的知識 從天主教來講 煉獄的不是一個概念 而是一個實實在在 我們相信存在一個領域 目前來講 剛才我們早來 和楊山聊天 在中文書裡 只有兩本 這裏就是其中一本 我覺得這本相當好的 叫做《練靈的哀素》 裏面是一個 十九世紀的修女 他去了煉獄 回到人間 就顯現給他 先前的同一個修緣的修女 用對答的方式 去講究到 煉獄是怎樣的 比如他舉例 煉獄是三層的 和煉獄的情況是怎樣的 如果我們累積了 這一類很硬件的知識 是對我們的活潑信德 是有幫助的 裡面舉例 有一個資料提到 就是說他的修女 在煉獄那裏八年 但感覺是一萬年 實際上在天主教來講 我們就知道 現世的苦難 和我們死後審判的苦難 死後是嚴峻很多的 比如這一類的知識 都會幫到我們 給我們多些動力 去走一個靈修的路 另外《聖人傳記》 我想都除了介紹這本書之外 因為小德蘭的新的翻譯 修遠的翻譯 叫《我的靈魂那麼少》 這個翻譯 這個版本是相當好的 我又想介紹給大家 如果你是想 可以希望自己一個活潑的信德 這些都會幫得到你的 最後一點回應就是 因為我記得在這本書裏 剛才Doris都提到 就是教會歷史 其實我們現在面對一個 很困難的狀態 一個逐世化的時代 這個我一定會想 逐世化的年代 其實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困難的 困難的情境 即是教會 在這裏的第一章 去講教會歷史 我記得在你的教會歷史的隱言 那段 究竟如何維持活潑的信德 我細心看《二十頁》 其實我覺得在這裏來講 是賺到的 因為自己去看教會歷史 上、中、下三冊 看得傻了 看完之後 又忘記前面說什麼 但這裏是一個很濃縮的 《二十頁》 就講了天主教的歷史 並且重要的是 它用一個苦難 或者受苦的角度 或者得行的掙扎這個角度 來描述教會的歷史 我發現原來去到底 都是三樣東西 如果你想有一個活潑的信德 就是那個的 補償、黑己和祈禱 其實到頭來 都是這幾種東西 其實天主教來說 沒有一些很花巧的東西 但我們很踏實地 在念經、祈禱、黑己的過程裏 黑己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盡量 你明白 現在我們很流行 宗教實踐 變成自我滿足 其實剛才Doris 提到好幾次 我想在這裏再描述 就說我們有很多不同的 靈修的方法 但要小心 就是那個方法 不要去滿足自己 那個靈性上的感覺 而是說我們用那個意志 老老實實地去念經 還有我們有黑己的機會 我們就黑己 還有裏面提到那個 救贖痛苦 我想問一問大家 有沒有人聽過補償的 聽過補償的句句實 OK 放下 聽過把痛苦奉獻給天主的 聽過這句話的句實 有少許 就是少了一點 這樣 其實把痛苦奉獻給天主 這個是可以實踐的 譬如是甚麼呢 譬如你中招的時候 你有沒有把你的中招奉獻給天主 如果你不記得的話 那可能就是這些地方 你可以去改進的 或者譬如你感冒的時候 可不可以奉獻給天主 或者是黑雨了 或者不用下雨 你不喜歡下雨 但你今天做事的時候要下雨 有些所謂inconvenient 我遇到一些不容易 或者不方便的時候 天主我今天都要上班 不過就下雨了 我把這個不方便奉獻給你 如果你能夠在日常生活裡 時時刻刻去做這種宗教實踐的話 那你會覺得 你會慢慢慢慢 你會在捱緊耶穌 我自己少少的分享 都希望是貼近生日的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或者是回應呢 我想問 為什麼天主創造人 會令人那麼痛苦 我不是很明白 即將來的煉獄裏面 有這麼多人在煉獄裏面 如果我生嬰兒 我當然想去幸福快樂 才生起出來 如果我創造人 他那麼痛苦 我就不創造他 如果人那麼多罪 令到天主 令到人落地獄的話 那這些是天主的失敗 我覺得 或者這個 這個有一點是 教理上的問題來的 其實你這個問題 也是我自己做研究的一個起點來的 為什麼他容許這麼多苦難 為什麼我們要承受這麼多苦難 才可以回到他那裡 或者你說 就算我已經立志了 但為什麼我都要這麼苦呢 如果我簡單說 簡單說不到 但如果你說 現在這樣講得出來 其實你可以說 原本我們是沒有的 而這個的痛苦 從哪裡來呢 就是從原祖犯罪開始 為什麼說有幾點 所謂超正世界觀 那麼重要呢 其中一點就是 原罪的出現 原罪就是阿當和夏娃犯罪 但很多現今的人 其實當作是一種神話式的理解 在我寫這個書的過程中 其實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 既然就算耶穌下來 救贖了我們 已經沒有了原罪 但我們為什麼仍然這麼痛苦呢 其中一個解釋 我在裡面找到的 就是聖奧古斯丁寫的 就是這個犯罪的狀況 就是阿多犯罪的狀況 其實它是一個起點 令到我們和天主的關係破裂了 那麼這個罪呢 就是這個罪的行為 行為呢 在耶穌救贖的時候 其實是解決了的 是消除了 所以我領洗的時候 原罪是消除了 但是由這個罪 所造成的結果 就是說 譬如我不小心 整斷條繩 令到那條橋斷了 有人會懲罰我 寬恕了我這個行為 但是那條橋始終是斷了 而我們所要理解原罪的原因 雖然耶穌的救贖 是將原罪消除了 但是亞當這個做法 令到因為我們是人類 而在靈性上 與他有一個聯繫 而導致我們在往後的日子裡 都受到私欲編程 以及有一個向罪的傾向 這是我們所有的 為何我一開場講到 就是人類共同悲劇的命運 我們需要知道的就是 因為沒有得逆轉 那個結局沒有得逆轉 而導致我們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個苦 我們逃避不了的 但是我們只能夠明白 就是天主創造了我們的 開初是沒有這些痛苦 亦都沒有地獄的 而後來所出現的就是 你可以說很大程度上 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但是即使怎樣都好 這裏再說就越來越複雜了 但是總之就是 我們那個自由抉擇 跟阿當的自由抉擇是不一樣的 你要知道他犯錯 跟我們犯錯不同 因為阿當和夏娃 是處於一個 完好無缺的狀態 他是完全沒有私欲編程的影響 亦都沒有我們現在很多 向罪的傾向 所以為何阿當夏娃 即阿當他所犯的錯這麼大 就是在於他錯誤的原因 完全是屬於他自由意志的抉擇 就不是受其他的外力 所以有一些說法就是 相對於他們 我們沒有他們的 沒有那麼差的狀況 就是在於我們 本身是受到這樣的影響 而導致我們 控制不到自己去做犯錯 所以為何在那個 救贖裏面 其實是有很多的地方 我們可以討論呢 或者那個痛苦 為何可以有救贖的功能呢 其實裏面也是 我們看到是有空間 讓我們去動動的 或者我們了解這個痛苦的時候 其實你除了是 除了是通過我們自己的信仰 理解之外 你從你自己本身的痛苦 你奉獻的過程 或者你遇到的痛苦 其實你是可以慢慢明白 在一個超正層面的意義上面 你會慢慢明白為何 而且你也說到 你說我們是痛苦的 但是耶穌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是為了救我們 我想只是這一點 就足夠讓我們回應他 當我自己做了那麼多之後 我不再尋根究底 去反轉問題 因為事實上 我的智慧是有限的 我就會這樣去理解這個問題 時間差不多 有些事情要說 最後再說一件事 因為剛才有一位 都想討論 關於這本書的信仰問題 我就看看 今天都有參加的人 會不會都希望 有一些進一步的討論 例如讀書會 或者是之後一些後續的 可能是大家討論相關的問題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就可以organize 類似這樣 因為上次中文大學之後 都有做到讀書會 但是如果在在有興趣 想再討論多些 書的內容深入些 或者零修上面的東西 都可以 一會兒結束 我在那邊 你可以留下名電話 如果我有相關活動 就可以通知你 這個書的後續 可以一起看 多謝今天大家參與這個活動 很感謝阮博士和賀博士的回應 其實真的很豐富 盼望未看書的朋友 你真的買一本書來看 看了之後再refer 阮博士的powerpoint 你會更加豐富更加紮實 如果有興趣的話 想參加 如果有後續的讀書會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counter寫下 你的電話 或者email 都可以 以及你的名字 看看我們方便聯絡 多謝 多謝大家 這一類的活動 我們是 自由捐獻的 在counter 就可以有個捐獻箱 大家可以隨緣下座 多謝大家 好 我們接下來 過多10分鐘左右 就有另外一個講座 可以之前參與 Dr.Yun的講座的朋友 可以先請移獄步 可以交場的時間 參與下一場的講座的朋友 可以入座 請問您 請問您 您在排行 您最有個 您的地方 在超級 大陣 在我們 在外面 您 您 您